老公跟着别人的新娘跑了 那他忘不掉的白月光 我和琴琪结婚五年 一直都知道他为什么跟我结婚 因为我显赫的家世 我以为日久生晴 只要我们结婚了 他一定会在某个时刻爱上我 只是我没想到五年了 他还是对他的白月光 于情魅了 所以这次 我不再强求了 可离婚后 我跟顾家公子联姻 琴琪却哽咽着 让我不要结婚 婚礼开始前 琴琪借口上厕所离开了 可不一会儿 我就看到他走进了新娘的房间 我站在门外 静静地看得里面的演出 琴琪飞着脸 眉头紧簇 死死拉着杨夕彤的手 杨夕彤闪得泪光 月诗粉黛 却格外美丽的小脸 皱成痛苦的神色 琴琪 你后悔了是吗 可已经晚了 今天我就要嫁给别人了 下一秒 暴墓的琴琪不由分说地 裸过杨夕彤的腰 本了上去 今天 是我和琴琪一起去 参纳她白月光 杨夕彤婚礼的日子 白月光嘛 当然是 没有得到过的 纯洁的存在 她西装革履 领带衬衣一个不辣 精神的活像来抢婚的 我挽得她的手 跟她语往常一样 淡影一对 爱爱爱的夫妻 逢人便露出一个标准 得体的微笑 可这次与以前不同 我有些厌烦了 从知道 杨夕彤要结婚那刻 琴琪彻底不在我面前装了 以前她还会和我一起 维护临世夫妻的形象 可现在 在外人面前 她连基本的面子 都不谢给我 她冷的脸 活像我做了什么 对不起她的事 五年时间 琴琪还是忘不掉杨夕彤 或许这桩 本就不是因为爱情 产生的婚姻 是该结束了 现在 明明已经决定放手了 可我亲眼看到 琴琪亲门别人 心里还是不由自主地 泛起酸涩 但我一直都知道 琴琪本来就不是因为 爱我才跟我结婚的 是因为我的家事 我的父亲 是林氏集团董事长 而我是林氏 唯一的继承人 琴琪需要钱 需要事 而我爱她 所以 我愿意让她利用我 得到她想要的一切 毕竟我们可以算是 互相利用 可如今 我好像也没有那么想得到 琴琪的爱了 我甚至在思考 当初 我是为什么快爱上她呢 关心 不对 有很多人 都关心我 长得帅 比她帅的人多了 琴琪 实在不算太出众 突然 从身后传来的 把妹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思绪 林小姐这么喜欢 叹别人亲热 是这场婚礼的新郎 故事集团的总裁 顾轩宇 更是我的大学同学 我转过头 就是这么一幕 顾轩宇勾起嘴角 好笑地往里面抱你一眼 只一眼 然后她平静地 收回了视线 没有任何不满 似乎心情更好了 我有些愣 但还是礼貌 伸出右手 顾总 好久不见啊 顾轩宇扬起眉 盯着我伸出来的手 片刻后 她也伸出手 好久不见了 林初夏 顾轩宇跟我是大学同学 琴棋最轻蔑的那种人 大学时 为了拉近跟琴棋的关系 我从不跟任何富家子弟 拦往过密 所以 我跟顾轩宇的关系 也仅限于同学而已 最多在需要交际的宴会上 交谈几句 我不了解她 只是我没想到 她大度到了这种程度 看到自己的新娘 跟别的男人亲人 竟能这么冷静 你不也是吗 顾轩宇微微靠近我 气流呼过我的耳朵 看到自己的老公亲别的女人 不进去 比那人扎一巴掌 如果你不想 我可以帮你打 我不自觉地往后退了一步 话还没说出来 就被打断了 初夏 是琴棋 她独自一人 从里面出来 面容镇定 丝毫不慌 初夏 你怎么在这里 我看了她有些红肿的嘴唇 心里还是泛起酸涩 琴棋到底什么时候 演技这么好呢 还是她笃定 我永远不会离开她 我认真看着她 说道 我还想问你 怎么在这里呢 琴棋 这是新娘的房间 你怎么会从里面出来 或许没想到这次 我会直截了当地问出来 琴棋的脸 有一瞬间症呢 只不过 这么多年 她早就成为一个 完美的伪装者了 初夏 顾总还在 我们回家 再说好不好 文言 顾轩宇发出笑 琴总 如果我没眼瞎 你刚当清冷的 应该是我的新娘 指一瞬 顾轩宇的拳头 打到了琴棋的脸上 琴哥 我没来得及反应 杨夕彤提着裙摆 从里面飞奔而来 杨夕彤紧张地查探 琴棋被打出血的嘴角 只不过琴棋看了我一眼 然后轻轻推开了她 琴棋抹离把嘴角 看得我说 我没事 我没理她 杨夕彤却愣住了 不可置信般 琴哥 你推我 琴棋飞色的双眸 紧紧盯的杨夕彤 西彤 顾总还在这里呢 顾轩宇事实冷哼一声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是空气呢 可显然 杨夕彤 却没有理解到琴棋的用意 她以为琴棋 是怕顾轩宇 所以她天真的 用手指着顾轩宇质问 顾轩宇 你凭什么打琴哥 这个婚 我不想姐妹人可以逼我 琴棋立马 把杨夕彤护在身后 对着顾轩宇 顾总 实在不好意思 我跟西彤 从小一起长大 我只是替她结婚 感到高兴而已 说完 琴棋还补了一句 我们没有任何其他关系 顾轩宇莫名看了我一眼 没有说话 杨夕彤红了眼 失望地看得琴棋 琴棋 你确定吗 今天我结婚了 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了 你再把刚刚的话说一遍 我就这么平静地看着 看琴棋 会多像刚刚一样 裸过杨夕彤 宣告自己的债友权 我清楚地看到琴棋 双手握成拳 嘴角紧绷 双目赤红 和她一起生活了那么多年 我看得懂里面的挣扎和痛苦 琴棋的痛苦程度 加重一分 我心里的失望 就更加深一层 我在等 等琴棋 亲自宣告我们婚姻的结束 终于 杨夕彤忍不住了 她流着眼泪跑了出去 而琴棋 在那一刻 追着杨夕彤一起跑了出去 最终 闸刀掉了地 我心中的执念 在这一刻彻底消散 可眼泪还是不争气地 从眼睛里落下 说好不伤心 当事情真的发生 心还是不可避免地揪起来 哭什么 顾轩宇擦去我的眼泪 看清枕边人 是好事 竟然是好事怎么能哭 顾轩宇表情轻松 跟我说 她本来就不想结这个婚 可耐不住 她爹紧紧相逼 杨夕彤家境一般 她的父亲 是顾轩宇家的司机 在一次商业刺杀中 杨夕彤的父亲 为顾轩宇的爹挡刀而亡 所以才会有 结亲报恩意识 如今 杨夕彤自己跑了 顾轩宇求之不得 当天 顾氏就宣布婚礼取消 杨夕彤逃婚的事 传得沸沸扬扬 一时间 舆论巨大 故事集团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琴棋遮出去的视频 也被人断断续续地放出来 临时的股票 也受到动荡 接连一个星期 我都在公司加班 我疲惫地回到家 丢了包 便躺在沙发上闭目养神 厨房传来的声响 让我睁开眼 是琴棋 她连着围裙 向我走过来 初夏 你回来了 我愣了下 然后厌恶地皱起眉 你回来干什么 琴棋完全没想到 我会是这种反应 她慢条斯里地脱下围裙 还在生气 我发出冷哼 原来琴棋也知道 我会生气呀 可她还是做了 让我生气的事 而这次 我不会再委屈自己了 琴棋的爱 我不谢药了 我看了琴棋的脸 平静地说 琴棋 离婚吧 琴棋将在原地 片刻后 她重新露出笑容 初夏 不要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 琴棋 我成前你和杨夕彤 我们离婚吧 琴棋皱起眉 用力地甩掉围裙 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 我都说了 我跟西彤没有关系 我那天追出去 只是害怕她出意外而已 说到最后 琴棋恼羞成目 林初夏 你到底要让我说几遍 我站起来 不想再跟她纠缠 逼婚协议书 我会找人发给你 你签字就好 说完我转身欲走 琴棋却拉住了我的手 初夏 不要冲动好不好 你忘了吗 当初可是你求 我跟你结婚的 如果离婚了 我是不会再回头的 听完这话 我大笑出声 真好笑 琴棋竟然到现在 还以为她能拿捏我 琴棋看得我大笑 皱起眉头 你笑什么 笑够了 我直起腰 重重给了琴棋一巴掌 琴棋 我是爱你 可我没有求你跟我结婚 你奶奶当时做手术需要钱 你手里的项目 需要资金才能启动 是你单膝跪在我面前 求我跟你在一起的 另天 琴棋行尸走路地走在我面前 见到我 她一句没说 直接单膝跪在我面前 她从兜里拿出一枚纯金戒指 声音有些嘶哑 临出下 嫁给我好不好 我当时被搞懵了 弄在原地 完全没有反应过来 琴棋自顾自地说下去 这是我妈去世之前给我的 应该值点钱 可以嫁给我吗 我寒得泪伸出了手 接受了 没有人会知道 我那时候有多开心 我从大一就喜欢的男人 跪在我面前 让我嫁给他 尽管我知道他不是真正爱我 可我还是接受了 我以为我永远都不会后悔 现在看来 还是我高估了自己 低估了琴棋 琴棋一脸难堪 随后他松开了手 初夏 你累了 我去把汤盛出来 我叫住了他 琴棋 不要再自欺欺人了 你忘不到杨西彤 我们结婚五年了 我得不到你的爱 我认了 好聚好散吧 琴棋的脚步顿住 品质的脊背 有一颗塌陷 他的声音低沉 我说了 我不会跟你离婚 我倒是纳闷了 琴棋是自虐不够吗 如果你害他离婚后 我爸会针对你 你放心 我不会让他这么做的 可琴棋还是当做没听到 仍然执拗地说 不会离婚 我叹了口气 既然琴棋不配合 那我也只好走法律程序了 我拿起包走了出去 现在我并不想跟他 待在一个空间 难受 只是我还没走出去 琴棋悠悠的声音 从背后传来 你去哪 我装都没听见 脚步没停 可我听见了琴棋的脚步声 他追了上来 突然 电话铃声在安静的房间里响起 琴棋接起了电话 他不耐烦地问道是谁 可下一秒 他便步履匆匆 神色紧张地跑了出去 他掠过了我 没有看我一眼 我听见了他的声音 和电话里头传来的女人戳气声 琴棋的声音很大 大到我听得清清楚楚 他说 西童 你别激动 我先带过来 是杨西童 我露出苦笑 看吧 嘴硬的男人 我握紧了手机 离婚的咀嚼更甚 琴棋在临时 已经爬到了总经理的位置 一个不低的职位 如果要离婚 财产纠纷也算是个复杂 且冗长的问题 不过既然要断 那就应该断得干净一点 自从琴棋那天接过电话后 他已经两天没来公司了 电话短信通通不回 属于严重失职 会议室里 父亲宣布了琴棋调职的决定 不过几个小时 琴棋来了公司 不过我没想到 他竟然还带着杨西童 杨西童一袭白裙 娇滴滴地跟在琴棋身边 他手臂上一道浅浅的伤疤 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原来是玩自残这一套 怪不得前天琴棋那么紧张 我抬起头 看向他们 冲琴棋道 怎么 舍得来公司了 说完 我摄眼看了眼杨西童 琴棋察觉到我的目光 条件反射般 将杨西童护在身后 或许是觉得自己反应过度 琴棋垂下了手 倒是在他身后的杨西童 夺艺地看了我一眼 初夏 你不能一声不吭地把我调职 这才是琴棋来找我的最终目的 琴棋 这是董事会的一致决定 可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的 琴棋拧起眉 我不信 我勾起嘴角 笑了声 琴棋 这是公司 不是什么游乐场 不是你想来就来 不来就不来的地方 你知道你不在公司的这几天 公司损失多少钱吗 我站起身 目光打亮琴棋全身 然后轻蔑地说 就算把你卖了你都赔不起 所以 没有把你开除 已经是我向董事会做的最大努力了 琴棋 不要给脸不要脸 给了台阶就下吧 最后搞得大家都不好看 琴棋飞着脸 仿佛受了多大侮辱 杨西童跳脚了 她用受伤的那只手指着我 一份填膺 临出下 你别太过分了 我看的那只手笑了笑 杨小姐 还是得爱护身体啊 琴棋愤怒地拉过杨西童的手 食指紧扣 临出下 如你所愿 我们离婚吧 说完 琴棋牵得杨西童的手走了 身体突然像被抽了力气一样 我扶着桌脚 慢慢坐下去 突然 咚咚声响起 有人在敲门 我回过神 清了清嗓 对外面说道 请进 门打开 竟然是顾轩宇 顾轩宇一身费西装 人如其名 气宇轩昂 不过说话 让人怎么听都不舒服 半个月没见 怎么这么憔悴了 我情不自禁地想翻白眼 但还是凭多年的素养忍住了 我勾起嘴角 站起身 慢慢地走出来 顾总裁怎么有空来我这 要不要让人盯一道杯茶 顾轩宇坐到沙发上 我也在他对面坐下来 茶不用了 我今天只是来看他老同学 看他老同学 以前怎么不看 现在就想看了 不过这话 我只能在心里想想 自然不能说出来 是吗 那看出什么吗 顾轩宇带着笑 看出林小姐 还是一如既往的美丽 以前怎么不知道 顾轩宇这么幽默 也是 以前我一门心思 铺在琴棋身上 哪里跟别人 有多接触的机会呢 这么想着 我竟不知道 顾轩宇何时靠近我的 等到有些灼热的呼吸 打在我的耳畔时 我才惊觉 我们的距离 超过了正常的界限 我不自觉往后退了一步 语气有些不耐 有话好好说 与我这么近干什么 顾轩宇愣了下 自觉拉抬了距离 前几天另一发消息 怎么不回我 我倒听不懂顾轩宇的话了 什么消息 顾轩宇五官精致 却带有一种特殊的脾气感 温微上钩的眉眼 显得整个人非常不好惹 此刻 顾轩宇带着些许怒意 让人感到更加恐惧 可马上 顾轩宇收起了那股怒气 笑着说 一个星期 每天不断地发过来 别告诉我 你一个都没看见 我拿出手机 看了自己的微信 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 确实没看到 顾轩宇说的那些消息 我充满疑惑地抬起头 你确定吗 我真没有收到你的消息 我翻出手机页面 递给顾轩宇看 顾轩宇喃喃自语道 怎么会呢 我明明发了的 突然 我脑子里灵光一现 我想起来 之前加顾轩宇的是小号 因为不想让琴奇知道 我加了其他男生的微信 但有些时候为了礼貌 还是得加 所以 我专门创建了一个小号 来加其他人 但这是 说来实在羞耻 我有些犹豫地开口 我知道了 你那些消息 应该在我另一个号里 我回去就看 顾轩宇带着诗意的目光 紧紧盯着我 我被看了有些发毛 终于 顾轩宇开口了 你用的小号加我 在顾轩宇审视的目光下 我迫不得已承认了 顾轩宇笑得甚忍 可当我承诺 回去马上看消息时 顾轩宇竟然悄悄红帽耳朵 那我就先走了 我看得他明显有些紧绷的背影 没忍住笑了出来 片刻后 顾轩宇竟然又回来了 他话不说 打开手机二雷马 事宜让我扫他 是好友申请 顾轩宇想加我大号 我在心里默笑 拿出手机扫了 刚将好友申请发过去 我一句话都还没来得及说 顾轩宇就说了拜拜 然后快不离开了 回到家 我刚登上小号 一个电话就打了进来 未知电话 犹豫了一会儿 我还是接通了 声音一响起 我就认出来了 是杨夕童 一接通 他就噼里啪啦 一顿输出 林处夏 你不要仗着自己的家事 就有恃无恐 我和秦哥是不会分开的 我都听笑了 杨小姐 我可什么都没做 况且 我和秦妻已经离婚了 你们怎么样 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杨夕童安静迷讳 接着说 当初你不就是用钱用事 才逼得秦哥跟你结婚吗 林处夏 你知道为什么秦哥这么多年都不爱你吗 说实话 我现在已经不想知道了 有必要吗 但我没有阻止杨夕童接下来的话 因为你太强势 你表面上是那秦哥 实际上你们之间从最开始 就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你们差距太大 不像我 我和秦哥是一类人 我们从小一起长大 我最了解他 我们才是天生一对 我冷笑道 那就恭喜你们啊 对了 回去问你的秦哥吧 当初可不是我逼他跟我结婚的 最后 我好心提醒到 杨小姐 这个世界很现实 没有物质保障的爱情 是不会永恒的 当然 我很期待你能狠狠地打我的脸 说完 我挂断了电话 其实 最后一句话 我错了 没有物质保障的爱情 确实不会永恒 但没有爱情的婚姻 更不可能长久 毕竟 我和秦琦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 手机亮了起来 是顾轩宇新发的消息 初夏 消息看了吗 答应我吗 看见顾轩宇的消息 我才发现自己没成功登上小号 刚刚电话进来 我还以为自己登上去了 不过现在 我确实没什么兴致去找回密码 说不定根本就找不到了 毕竟太久远了 我慢慢打字 不好意思 还没看到 我小号可能登不上去了 你能把大致内容重新发给我吗 消息发过去 走上脚显示 对方正在输入中 可我等好几分钟 顾轩宇都没有再发消息过来 好像过了很久 顾轩宇没有再联系我 而我的小号 真的找不回来了 渐渐地 我的生活变得平静 这天 我正在午睡 手机的震动 把我吵醒 是我爸 让我回去参待家宴 看我没想到 说是家宴 实则是相亲局 而相亲的对象 还是顾轩宇 圆桌上 我父母和顾轩宇父母坐在一起 不像来吃饭的 倒像是来谈生意的 可不是吗 联姻不就是一场生意 我爸看了我一眼 笑着对顾轩宇的霸曲杯 初夏和轩宇 还是大学同学 我们两家更是试交 能够亲上加亲 自然是最好的 我能有什么意见 之前我执意跟琴棋结婚 我就要承担自己选择的后果 本来 我爸根本不答应我和琴棋结婚 我跟他谈了条件 如果离婚 以后我必须为家族利益为先 嫁给我爸给我选择的联姻对象 我以为我跟琴棋永远不会离婚 所以毫不犹豫地同意了 现在看来 我爸果然是过来人 有先见之宁 而顾轩宇 就是我爸给我选的联姻对象 只是我感到奇怪 顾轩宇竟然没有意见 他那么自我的一个人 居然轻易地答应了联姻 难不成他父亲又跟之前 逼他和杨夕彤结婚一样逼他 我望向顾轩宇 去与他的目光在半空中相接 我愣了下 然后对着他笑了笑 我看到他的嘴角明显鼓起 却又声声压了下去 我不解 饭局结束后 我跟爸妈说了声 便准备离开 当下楼梯 便摊到大厅里 顾轩宇正敲着腿往门外望 我走了过去 顾轩宇还没走 他立马站得起来 挺直的几辆 等你 我微微睁大了双眼 这两个字让我想到 我要跟他联姻的事 好像有些尴尬 毕竟我才离婚几个月 我无意识地摸了摸鼻子 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其实嫁得谁我都无所谓 只是你知道的 我才刚离婚 还没说完 顾轩宇就忍不住打断了我 我不在意 这下我是真愣嘛 你不在意 之前你爸已死相逼 让你娶杨夕童 现在不会也是 用这种手段逼你吧 想到这种可能性 我竟莫名放松下来 你放心 我会让我爸仔细考虑 和顾轩合作的事 其实合作 对我们都有好处 不一定非要通过联姻 顾轩宇抓住我的手臂 咬牙切齿 不是 我爸没有逼我娶你 是我自己 想要你 之前我逼你发消息 就是告诉你这件事 只是你一直都没有看到 我就有些闷气 所以今天安排了饭局 你没生气 心里话几乎脱口而出 你喜欢我呀 你说呢 为什么 回到家 我的脑袋还是发晕的 顾轩宇竟然喜欢我 我从来没有看出来 问他为什么也不告诉我 简直是想让我 尽管睡不着觉 洗完澡 我躺在床上 正苦苦思考为什么时 琴棋给我打电话了 几个月没有听到 琴棋的声音 突然从耳边传来 竟觉得陌生 这几个月 我都没有再想起过琴棋 或许我是真的彻底放下了她 初夏 这段时间你还好吗 琴棋 有什么事吗 琴棋在那边苦笑了两声 初夏 我就是想吃你做菜了 这几个月 我很想你 晚上做梦也是你 我梦到我们大学时 一起相处的点点滴滴 原来 你一直都很爱我 是我不懂珍惜 我耿住了 难怪小说里 追击火葬场的场景那么相似 原来是从现实中得出结论的 分胎后才知道对方的好 可惜一切都晚了 琴棋 我们已经离婚了 如果我没记错 你身边是你想了多年的杨夕彤 你现在说你后悔了 把她放在什么位置 她可是为了你拒绝了嫁入豪门 你是想抛弃她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这段时间 我想得很明白 我早就爱上你嘛 我只是 只是无法接受 我冷笑道 无法接受爱上你最不屑的女人是吧 琴棋 我一直都知道 你看不起我 你觉得我只是投了个好胎 有一对有钱的父母 觉得我是得娇生怪养的小姐 可是我为了琴棋高兴 去学做菜做卧室甜品 为了让琴棋有家的感觉 我从来没有叫过家政阿姨 都是自己学着打扫房间 家里的一切装修和布局 都是我亲自设计 琴棋从来没有过问过一句 我们心自认 我已经为琴棋 付出了我的一切 可结果这样 我仍然没有得到过琴棋的心 现在离婚了 她告诉我她爱我 真的挺讽刺的 初夏 不是这样的 我 琴棋 以后不要再打电话别我了 说完 我挂断了电话 我们都应该向前看 而不是被困在以前的执念里 我和顾轩宇联姻的消息 已经被放了出来 短短时间 舆论已经很热烈 林氏和顾氏的股票 更是蒸蒸日上 但我和顾轩宇的关系 有些甘大 那天之后 她跟我保持着基本的联系 但我们都没有再提喜欢那件事 这天 我正在办公室看门键 助理突然敲门进来 她抱着一大束玫瑰花 花瓣上还沾的露水 看起来心艳欲低 林姐 这是顾总让我送进来的 她说她在楼下等你 我放下文件 有些猛地接过花 好 你先出去吧 顾轩宇这是干什么 约会 我进入里间换了件衣服 镜子里的人五官标致 皮肤白皙 我涂上鲜艳的口红 抿了抿 然后走了出去 约会 我已经好几年没有约会过了 走出公司大门 顾轩宇正倚靠在车门抽烟 她出众的面容烟雾缭绕中 若隐若现 更添男性魅力 说实话 我不太喜欢没烟味 更不喜欢跟抽烟的人站在一起 可我现在觉得 如果那个人是顾轩宇的话 应该不是很难接受 毕竟她长得实在赏心悦目 看见我 顾轩宇立马把烟掐了 站折身体 你来了 我看了她一眼 然后点点头 我已经快三十岁了 可现在还是像那青色少女 第一次约会一样紧张 我们来到一家比较有名的日料店 听说里面的三门鱼格外新鲜 味道极好 菜还没咽下 顾轩宇的话直接让我噎住了 吓吓 怎么还拘谨起来了 捂捂着嘴咳嗽起来 可嗨嗨 顾轩宇立马起身为我拍背 语气紧张 没事吧 缓不来后 我摇摇头 事已没事了 但顾轩宇坐回去后 还是一副阴沉的样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顾轩宇这样 在我面前 她好像从来都是玩事不恭的 我没忍住问 你怎么了 顾轩宇非常严肃地看得我 其实我喜欢 初夏 我一愣 转过头 是秦琦 她身后是杨西彤 秦琦看起来很憔悴 尽管还是一如既往地 穿的西装 但整个人显得垂头丧气 更奇怪的是 她的领带歪了 她以前最注重这个了 为了打好领带 我学了好久 秦琦才愿意让我给她打 所以 我现在见到秦琦的第一反应 是去看她的领带 只是我没想到 现在我这个习惯 还是没改过来 秦琦走了过来 初夏 你怎么在这 我觉得好笑 我为什么不能在这 只是我还没开口 顾轩宇格外不耐烦地道 怎么 这家店是你开的 秦琦瞥了顾轩宇一眼 然后看了我问 初夏 你真的要跟她结婚吗 我笑着回答 跟你有关系吗 秦琦微微低下头 脸上浮现痛苦的神色 然后她突然用力 握住我的双肩 激动地说 初夏 我们复合好不好 我笑着回答 跟你有关系吗 秦琦微微低下头 脸上浮现痛苦的神色 然后她突然用力 握住我的双肩 激动地说 初夏 我们复合好不好 你不要和她结婚好不好 我真的很想你 顾轩宇暴怒起身 几乎是立刻 秦琦被打倒在地 顾轩宇的拳头 一拳一拳地落在秦琦身上 杨西彤被吓得目瞪口呆 我虽然也被顾轩宇这些样子吓到了 但我没有失去理智 反应过来 我赶忙去拉顾轩宇 再这么打下去 一定会出事 助手 顾轩宇助手 两个人完全打红了眼 根本听不见任何话 情急之下 我只能扑到他们中间 抱住顾轩宇 紧紧缓住顾轩宇的那刻 她停下了手 正正地看着我 她的双眼赤红 脸上带着还未完全消散的力气 我抹去她脸上沾的血 有些后怕 你疯了 你想坐牢啊 顾轩宇呆呆地看着我 几秒后 她把我紧紧抱住 秦琦进了医院 她脸上和身上都处受了伤 缠了纱布 额外收获是 她还查出来气血不足 嗜酒过多 需要及时住院治疗 我坐在她病床前 有些恍惚 很久 我都没有这么平和地 跟她待在一起了 我们在一起时 我在她面前 要时时刻刻端着 要做一个温柔体贴的人 我们离婚时 我心里确实存在怨恨 只不过 我伪装得极好 我不想让她看出来 我还会在意 但此时此刻 我想 我真的能客观地 看待我们的以前了 我为我骄傲 我争取了我爱的人 尽管结果是现在这样 但我不后悔 我不想否定曾经的自己 秦奇靠着枕头 笑得勉强 你来干什么 我这么狼狈 秦奇 你知道我当初 为什么喜欢你吗 秦奇没说话 我低下头 回想那次见面 那时 当上大衣 秦奇一身白色衬衣飞裤 干净利落 她的长相很乖 浑身散发着一种 会爱人的气质 那种气质 让我想得到她的爱 想被她一个人爱 那是我以前18年的生活中 从来没有见过的人 我想了很久 还是想明白了 秦奇 那是因为你很不同 以前的我 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的人 所以我偏执地想得到你 所以你向我求婚时 我明明知道你不喜欢我 却还是答应了你 是我错了 我们都向前走吧 秦奇垂下的头 更显低沉 初夏 或许你已经走出来了 但是我开始放不下了 她红着眼拉我的手 祈求道 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西同是执念 我已经放下她了 当初答应和你离婚 是因为我太气了 我气你那么轻易地让我离开 我以为你不爱我 可现在 我想明白了 因为爱所以你 才会生我的气 而我因为爱你 所以才会冲动答应离婚 手心传来的温度越发强烈 但我的心毫无波动 我将手抽了出来 认真地看着秦奇的脸说 秦奇 你也是我的执念 正如你所说 我也已经放下了 犹豫了片刻 我还是继续说道 秦奇 我知道这个要求很过分 但是我想求你 不要起诉顾轩玉好吗 秦奇勾起嘴角 苦笑道 你相信吗 我和杨夕童 什么都没有做过 唯一做过的 可能就是那场婚礼的清冷 我知道你看到了 对不起 我愣了下 没想到秦奇会突然提这个 我不会起诉顾轩玉 但是我也不会放弃你 我顿了顿 没说话 初夏 你走吧 我有些失神的下楼 回想秦奇的话 什么叫不会放弃 不会放弃挽回我吗 我不知道秦奇 是不是真的不会放弃 但我真的 我和他永远都不可能了 突然间 我被拥入一个温暖的怀抱 是顾轩玉 他紧紧抱着我 声音低沉又嘶哑 你回来了 我最终还是会抱住了他 夏夏 你不会跟秦奇复合的对吗 我愣了下 从他怀里出来 认真看着他 顾轩玉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我的 但只要我做了决定 就不会改变 既然我已经答应了和你结婚 我不会 我的话被顾轩玉堵在嘴里 嘴唇传来湿润的触感 顾轩玉吻了我 我的心在那颗加速跳动 手指不自觉地攥起来 片刻后 顾轩玉终于放开了我 我不敢看他 可他直接捧着我的脸 目光微楼 夏夏 你忘了 待一时帮你提醒米香的是我 当时我就在想 这个女生怎么那么胡婆独立 自己一个人拿着两个弄搭的 行米香 背上还背着一叶大书包 说完 顾轩玉笑了下 很好看 后来我发现 我们竟然还是同班同学 实在太有缘了 顾轩玉脸色变了 变得有些忧郁 但你那时候 竟然喜欢上了琴棋 我不懂你 为什么会喜欢他 我只知道我很急步 那时候 你眼里只有他 今晚我怎么在你面前 刷存在感 你都好像没注意过 再后来 我出国了 等我回来 才知道 明镜仁真的和他结婚了 原来是这样 我有些心疼地 看得顾轩玉 然后摸上他不拧起的眉 轩玉 对不起 他附上我的手 头微微偏低 下巴抵在我的手背 不 不用说对不起 我很开心 因为最终你还是我的 下下 你不用担心 我会和琴棋一样 我见过各式各样的繁华 够得阶级的人 我不会变心 更不会背叛你 我没有想到 顾轩玉会说这些话 一时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只能专注地看着他 让他知道 我现在眼里只有他 夜晚 我躺在床上 久久都不能寐 我已在床头 脑子里一直排卷的 顾轩玉对我说的话 我能相信吗 我不知道 但我永远不会像以前那样 将自己的一颗心 拔满整整地交出去了 那样的后果我承受不了 太痛苦了 所以 一切都交给时间回答吧 时间会给我们想要的答案 我应该希望 我应该知道 我应该是 那时候我应该是